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久没有做视频了 今天做一期视频 刚刚呢我看到一则来自台湾鬼岛的最新新闻啊 我觉得非常的搞笑 非常的好玩 所以有必要赶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各位网友一起开心一下 什么样的新闻这么搞笑 这么好玩呢 大家记不记得台湾鬼岛啊 有一个非著名的脱口秀的艺人名叫曾伯恩的 人模狗样的 他有一档脱口秀的节目名叫伯恩夜夜秀 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他曾经在这档节目中前一段时间 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嘲笑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人 大家记不记得另一段著名的言论 就是台湾可以把美国啊这个莱猪加工成肉松 然后卖给中国大陆啊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很多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感到群情激愤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恶毒的言论 现在呢这个人遭到了报应啊 天前啊 他9月3日在打完AZ的疫苗以后 竟然当场晕倒 而且还摔坏了下巴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台湾媒体在今天9月11日的报道啊 当然了这个曾伯恩他在油管上也有一个频道啊 个人频道而且还上传了 发布了一个视频 名叫打疫苗晕倒的视频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他自己介绍啊 自己在9月3日早上9点半接种AZ的疫苗 没想到刚走出诊所就晕倒在地 下巴还磕在马路上 顿时鲜血满地 血流如注 后来呢被这个诊所工作人员扶起来以后 抬回诊所医护马上给他处理伤口 现在虽然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伤口也已经愈合了 但是呢他仍然觉得下巴隐隐作痛 发音困难 感觉很像天前 他自嘲到老天爷好像在说 你再给我乱讲话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天前啊 而且非常的及时啊 报应啊 人在做天在看啊 念了这句话啊 你不是嘴巴贱吗 贱得流容吗 我就要精准打击 你嘴巴贱 我让你这个吃饭的家伙 让他受伤 讲不了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脱口秀嘛 艺人都是靠嘴巴吃饭啊 擦颗打混了 对吧 你现在下巴受伤以后啊 几乎很长一段时间 你说不了话 有后一阵啊 所以老天爷真的是 人在做天在看啊 你看看 现在台湾鬼岛的很多的现象 是不是印了那句话 台湾人啊 很多时候只曾这个衣食口舌吃快 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果 不仅仅是这个曾伯恩了 当时是多么恶毒啊 大家想想看这个主义多么恶毒啊 很多时候这个大陆的国台派 特别是贵台湾还用这个台湾同胞来形容对岸的台湾人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 是台湾人有的时候真根本就不配这个称号啊 我们把它作为啊 称为同胞 他们把我们当钱包 而且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你抹黑你 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国际舆论环境下 这个形象说的不好听 有点啊 这个坏 那很大程度都是台湾人给抹黑的啊 台湾的媒体1450网军抹黑的 对吧 你进口啊 你讨好美国政府啊 你进口一些美国莱猪就是瘦肉精的猪 你去毒害台湾人咱们不管啊 你为什么要开玩笑啊 攻击中国大陆人呢 把这个莱猪加工成肉松然后卖给中国大陆人 把中国大陆人当傻子嘛 所以啊 这个人当时的言论说完以后啊 很快就有后果 当时的台湾的肉制品商啊 很多都是哭爹骂娘啊 骂这个曾伯恩啊 说话不经过大佬啊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一些肉松制品啊 什么新东洋啊 什么什么猪肉蒲啊 都是挺受欢迎的 说实话挺受欢迎的 但是经过这个人 一段胡乱的操作啊 基本上中国大陆已经加大了这个 这个从台湾岛 这个查验的力度 所以很多时候台湾的这个猪肉制品啊 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中国大陆了 因为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奋联在这个事件以后都已经放话了 中国大陆严禁台湾地区生产或者是经过台湾地区转印的肉类制品输入到中国大陆 所以由于这个人不经大佬的一些话 让整个台湾啊 损失严重啊 而且不仅仅是肉松损失严重啊 大家想一想 还有哪些事 是因为台湾人衣食口舌吃快 结果自己损失惨重 不仅仅是这个曾博恩呢 还有这个馆长 馆长也是吗 每天在这个网路上骂骂咧咧 对这个共产党 对吧 这个攻击中国解放军 说解放军不敢登岛 登岛以后啊 我跟你干 再入到一滴 最后一滴血 结果没有等到解放军登岛 你自己就已经活不下去了 你被自己人蔡英文 由于这个防疫不利搞的 健身房都关门大吉了 吃不了 没饭吃了 还有这个波罗王子也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就是关心这个事 就是 当时大陆也是 由于这个借壳丛问题啊 暂时禁止台湾波罗 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 这是你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嘛 你自己不去检讨 自己产品质量的问题 反而啊 这个呃 这个诬陷中国大陆啊 以这个政治原因禁止 台湾波罗出口到中国大陆 而且还有一些烈的节目啊 还邀请了这个台湾的所谓 波罗王子啊 这个波罗王子还嘲笑中国大陆 说日本跟中国大陆 都是进口台湾的波罗 因为台湾波罗好吃甜 但是呢 有一个不同就是日本人对 呃 这个质量管控特别严 所以台湾出口到呃 日本的都是优等品 但是出口到中国大陆的 次等品啊 产品都没有关系 没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人傻啊 他打个比方说 大陆人啊 这个 只要波罗涨的下波罗就可以了 用这个菜头冒充也可以 中国大陆人傻也要照单全收 这样的言论 你能够配得上 同胞 台湾同胞这个词吗 所以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这个日本人总结台湾人的特性啊 总结的非常到位 台湾是什么样的 这个族群啊 威威而不怀得 贪财怕死 爱面子爱当官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群人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 用善意去对待他们 真的 打就行了嘛 干就完了嘛 很多时候啊 我觉得 中国大陆 包括国台办啊 没有必要去行这个富人之人 因为啊 你越对他好 他反而越觉得你需要他 有求于他 对待 一些台湾人啊 你真的 就你拿这个棍子 你朝他们头上抡就是了 直接打就是了 毕竟啊 这些人只会成口舌之快 不计后果的 这个曾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 由于他一句话 让整个台湾的这个猪肉加工业很受伤啊 还有这个部罗王子 由于他一句话 让整个台湾的部罗根本就没有希望 出口到中国大陆地区了 所以每次都是台湾人自己抽自己嘴巴着 还 还 还觉得中国大陆很受伤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把 台湾的这些言论放在眼里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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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